今天上午巴勒斯坦各派别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在北京举行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团结的北京宣言 应中方邀请14个巴勒斯坦主要派别本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了内部和解对话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 中方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协商实现和解 支持巴勒斯坦早日实现团结统一独立建国 中方已经并将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